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1月3号 我们来批一个网络八字 它的问题是 各位老师好 请问 我适合做保险代理吗 忽然对保险很有兴趣 第二 刚卖了在乡下的组屋 想买靠近 家的公寓出租 问什么时候适合入手 希望老师能够抽空值点 谢谢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 八字 它上一柱的十年代孕 这边是48 这边是58 好 上一柱的十年代孕 就是2013年到2022年的时候 它的 八字的排列组合为天干乙梗河 然后剩下一个炳火 一个癸水 地支五味河 然后剩下荧木 然后剩仇图 然后还有一个酉金 仇图是死的 所以 从上一柱的大运 我们可以知道 它这个十年呢 过得是非常不好 因为它的地支日足够受克 所以运气不会很好 但是它换了 这个新的极丑大运的时候 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天干乙木 生 丙火 生 极土 克 癸水 地支五味河 然后丑土两个 生 酉金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它地支日足受克 已经脱困 没问题了 这个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你问我能不能做代理 食伤没有问题 就可以做 啊 这个保险代理 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做的 然后几时买物质 我们就要看明年 乙氏 好 乙氏的时候 它这边多一个 氏火 这边多一个 乙木 好 氏火就是它的硬 硬也代表 啊 物质嘛 就是啊 冬产啊 不冬产啊 也是算硬嘛 合约啊之类也是算硬嘛 所以明年的话 两个木来生火 加强这个硬的能量 然后地支 它又来一个是火 走应运 所以的明年你要买屋子是最漂亮 明白吗 所以明年几时买 就是差不多过了2025年 就是2月3号过后就可以买了 啊 明白啊 ok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这枚爱国硬币的版式 是一枚造型独特 独一无二的钱币 但它有很大的精神价值 也就是说它是泰国的地图 这是一个有尊严的祖国 直到它被称为苏万纳普 1976年庆祝教堂成立时 伴随着的祈祷制作 过后于2005年 由国防部长 在国防部举行的仪式上 颁发给南边三个省份的战士们 当年一共制作三千尊 这枚爱国奖章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帮助善良的人